接下來看到國內今天是新增了兩萬七千 五百九十七例的COVID-19確診個案 病例數是比上週相比是下降了百分之十二 不過也增加了八十九例的死亡個案 其中年紀最輕為四十多歲 國內今天一樣是維持在兩萬多例 而國門限制也在今天有所鬆綁 也就是國人或是持有效 居留症以及所有來臺轉機的人士 登機前不用附上PCR檢測 不過還是建議在境外 驗出陽性的民眾暫緩七天再搭機 那至於外傳七月底指揮中心即將解散 發言人張永祥他是反駁這項 並非事實